咖啡不要真 去过那么多的咖啡店 如果你们问我有没有见到过非常特别的咖啡的做法 说真的还真有 那今天呢我们来尝试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一下 我之前喝到就忘不了的咖啡 那一杯呢我给它起冰叫流沙沙 另外一杯呢我给它起名叫冰冰渣 不就是冰美寺和冰卡布吗 对呀 因为老师不会忽悠我们了 我还是喝我的军家特调吧 诶 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流沙沙和冰冰渣我都建议用中深或者是深烘焙一点的咖啡豆 你们千万不要用浅烘焙 不然做出来真底没那么好喝 用这种烘焙度稍微深一些的 我们先准备150克到200克的冰块 然后呢加入糖浆五到八克 那接下来呢我们制作双份的浓缩 萃取完成之后倒入拉花缸中 那接下来用蒸汽打发加热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 Appresso和冰正在慢慢的变成绵密的泡沫 那冰块呢也在慢慢的融化 还能听到咚咚咚的这种冰块碰到拉花缸壁的这个声音 打到还是冰的状态 然后你看在拉花缸里边的这个状态 每个先尝这个哈 对先喝冰美式 好冰 好冰 流沙沙 浇奶喝吧这个 没加奶 哇 没加奶呢喝出来一种 就奶油般的那种丝滑 奶油般的丝滑 丝滑度 然后有一点点的甜 加糖了 加糖了 咖啡味好像没有那么浓 但是很丝滑很好入口 先喝这个冰美式 你怎么喝咖啡跟毕岛一样都闭眼呢 品 品 这样子 味道怎么样 咖啡味 咖啡味 那你再喝下这个流沙沙 客观的评价一下啊 宝马 这两杯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杯咖啡味 这一杯柔一点的咖啡味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都不选 你都不选 蜜雪冰成甜蜜蜜 蜜雪冰的 你一蜹 你爱我 我爱你 我们来这两杯都先尝一下啊 朋友们 尝一下 先喝冰美式 再喝流沙沙了 先喝这个 这个有点带点甜味的美式 带点甜味的美式 对器有糖了 d 怪不得 effet 再喝一下这个流沙沙 这个感觉就是 这个非常的cream Amazing啊 Amazing 非常的creamy 油油的感觉 对 滑溜溜的 都被你说中了 对 这个我感觉比冰美 因为是更好入口一点 我这个流沙沙还是非常成功的 接下来我们制作冰冰渣 同样也是先萃取双份的espresso 加入牛奶 不对 牛奶200克 冰块80到100克 糖5克 如果你们想喝到冰冰渣的感觉多一点的话 可以多放50个冰块 最后放入搅拌机中打碎 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两个double的espresso 然后一个就直接做成冰的拿铁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需要把它倒入到刚才我们准备的牛奶 我们用搅拌机把它打碎 好 喵儿 先让喵儿哥尝 然后这个 对 这是普通的冰拿铁 这个好喝 这个好喝 感觉这个打碎以后 它好像咖啡那个味道没有这个重 没有这个来得直接 那肯定的 因为它有冰冰渣嘛 有冰渣子的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就是咖啡的味道更重一点 对 咖啡味道更重 但是这个冰冰渣 你能不能吃到这个渣渣的感觉 口感来说的话这个好一点 但是它味道重一点 个人喜好 我喜欢这个 ok 好 下一个 你先喝这个第一个普通的冰拿铁 再喝这个冰冰渣 这个冰块是碎的 是碎的 所以说它叫冰冰渣 是实的 就是你喜欢冰筷子 还是喜欢冰渣子 唱的还不错吧 彭马 高质量男性 喝高质量咖啡 这个是 渣渣冰 冰渣渣 冰冰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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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这个普通的非常醇厚啊 这个咖啡做的好 有空气感 这个喝起来也是那种绵绵的 但是没有这个香 我觉得 这个可能你的咖啡技术好 所以把这个做的太好喝了 还是这个好 哈哈 看来这个大家都一致的喜欢这个普通的冰拿店 我这个冰冰渣有点失败 这个冰冰渣它是好喝的 但是这个咖啡做的太优秀了 我们之前有一些咖啡饮饼的视频 有不少咖啡店拿去做菜单 感谢你们的认可 一定要帮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感谢观看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